大手拉小手环绕中张头主云一听他要获得第六届 大业精英杯高中旨游城设计竞赛的第一名 大家是喜极而起 每天晚上都要留下来 然后一直去看企划书 然后还要演练 然后都要很晚才可以回家 然后学姐还会帮我们一起看企划书跟排练 然后练到好才能回去 这样 你们只留下那个幻星的类似 对 对 对我们很开心 对 彰化县旅游产业协会指导 大业大学观光旅游学系承办的第六届 大业精英杯高中旨游城设计竞赛 7日大业大学举行决赛 18支入围队伍聚焦在环境共生地方共学主题 提出充满创意的三天两夜旅游 第六年 我觉得因为这个活动 其实深受高中生的喜爱 那么借此 我们可以让高中端 可以让更认识我们学系的专业 那么我们有三个中心 包括了旅游商品研发中心 实习旅行社还有空情培训中心 那么这三个中心的专业呢 分别都不一样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跨园 跨这个领域学习 多元学习 所以呢我觉得数位媒体这一块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必备的 那我们认为呢游城规划呢必须要考虑游客的需求 那以及呢市场的接受性 我们在做游城设计的时候呢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可行性以及兼顾它的创意 要怎么样让每个乡镇台湾每个地区有更好玩的一些创意的玩法 那这也是未来呢我们在做旅游规划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高中指游城设计竞赛鼓励青年学子认识台湾 提升游城设计实作的能力 透过优质的旅游行程规划 将台湾观光资源与环境永续的概念推广出去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 感谢观看